第二集聽見發言人聲音 我覺得著重點是在於 當一個人在面對混沌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鼓勵人 你必須要守住你的想要做的事 然後終究有一天會等到春天來臨 那可能俊宏第二集 他們都是在講一些就是 他在對干媽店這個地方 然後怎麼去做他的新的一個包裝 然後可能不管是加入圖書館 或是加入小孩子的安親班 或者是加入一些網路一些什麼 那就增加更多跟李明之間的一個 互動的一個關係連結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是用這個地方 用這個名稱來命名 因為就像春天在發芽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慢慢在冒出來冒出來之類的這樣 比如說第一集本來有一個集成書 那可能因為種田 種他的那個果樹失敗了 然後最後死到死掉最後一株之後 他本來要在那一棵樹自殺的 然後後來自殺失敗 連那個倒楣到鹽多爺都不想收他 然後後來他在 反正也沒死之後就想說 那我就繼續做這樣的事好了 他終於在一次他要颱風來臨之前 要去綁那個線的時候發現 他之前斜枝的那個樹開始發芽了 所以對外人來講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希望的這樣子 就是用一些小故事 不管是對這個 或是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有 其實只要你繼續奮鬥 或者是繼續哀著 我覺得都會有一個希望出來這樣子 那我覺得每個創作者 都有自己獨立說故事的一個強項 或者是他的方式 像很多可能像有些日本漫畫家 他們可能有喜歡適合寫打鬥的那一種 那可能就那個很專長 那我是後來覺得說 我好像這方面不適合 我才想說試著來走這個路線看看 那那時候畫出來 《東華春》被改編 那我就覺得好像有一種被肯定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繼續往這種 往人心去講人心講希望 然後講一些比較身邊人的故事 從這邊方面去著手創作 改變成像 當然我不希望像《東華春》拍那麼多集嘛 就希望就是盡量扎實一點 然後如果可以拍成電視電影 或者是那種十幾集的戲劇 我覺得都還不錯啊 就是或是像舞台劇 這樣人間條件這樣 拍一個一齣舞台劇 這樣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扎實的文本